作词 李宗盛 我记得前几年 大概是三四年前 我跟我母亲有一次到洪法寺 深圳洪法寺 拜见本幻老和尚 本老也是最近往生 本老他一生受持《华言经》普行行愿品 这是净土五经之一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 这本老对我们也是很有恩等 是他接引我和我母亲的入佛门 那是二十年前了 他还在广州光孝寺做方丈 那时候他就接引我们到佛门 他介绍我和我母亲 学习净空老法师的《无量寿经》 我们第一部《无量寿经》的卡带 从他光孝寺得到 所以这也是很有缘分 1992年他邀请我们净空长老 净空老和尚到光孝寺讲《阿弥陀经》 他们非常相应 因为普贤菩萨十大愿亡倒归极乐 那你修十大愿亡呢 你肯定要生希望极乐世界 那么这次说话也是二十年前 我们问他的 他当时见到我也特别话多 他平常跟人都不讲话 一见到我就很多话 他是第一个劝我出嫁的人 二十年前就劝我出嫁了 那么这前几年呢 我跟我母亲去看望他 他那个时候呢 这表面看起来好像迷迷糊糊的 坐在那里 一百多岁的嘛 这个坐在那里 那么旁边呢 有他的一个徒弟啊 给他念报纸 因为他不知道是人大代表 那还是政协委员了 反正可能都要听这个时事新闻吧 他就闭上眼睛在那儿呢 听那个徒弟在旁边念这些报纸 那些新闻 也不知道他听到还是没听到 也不知道他是打瞌睡 还是入定 反正就这么闭着眼睛在那儿 坐着 我们上前呢 去跟他打招呼 他也不理睬 睁他眼睛 看了我们 又毫无表情的把眼睛闭上 那么我们想啊 可能是老人家年纪大了 耳朵有点背吧 于是呢 也就聊了一下 别的也就不 就想准备走了 临走的时候呢 我妈妈就跟他讲 说老和尚啊 你要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结果我们看到 本化老尚把眼睛突然一睁开 眼睛很亮 然后他就举起这个拳头 说去西方极乐世界 浅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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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着世间的新闻 他听着迷迷糊糊 一听到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马上就精神振作 这真是置信信药 他就这么一个想法 就一个愿望 所以我们相信 他是能够去西方 因为其他他都不感兴趣 那是得过且过 应付这些 这些你得做这些政协代表 还是什么人大代表 你得应付 但是他根本没有由衷感兴趣 但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话题一起起来 他就由衷的感兴趣 至信信药 所以我们平常要培养 我们这种置信信药 多听经 多文法 其他世间的东西 能放下的尽量放下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好奇 对这个世间 什么东西都别去感兴趣 这是尽义物就好 你非做不可的 你就需要去做 能不做的就别做了 真的是说白了 就是得过且过就好 干嘛那么认真呢 有的一些人 他真的就是对这些世间法 特别感兴趣 一听说 在这里怎么样了 那里要去见谁了 他就好像学着脑袋去进去 去找 去攀远 没必要 那些找上门来的 我们都要看看 有没有必要去 去跟他应付 没有了就断了 实在不能够拒绝的 你就得随远 但是心绝没有对这些感兴趣 你这些要放下 你所信的 所好要 所喜爱的 只有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的都没有兴趣 那么这里讲 所有善跟心心回向 这个善跟 是我们自己 所做的一切善事 所积累的一切功德 包括你帮助一切众生 护士正法 弘扬正法 包括你修习的戒定会 种种功德 你不求自己得人天福报 不求自己现前得什么安乐 只求往生西方 就叫心心回向 愿生我过 在现在这个生活境界当中 随缘过 绝没有任何要求 说这个 我怎么过才能更享受一点 这个吃要吃好一点 岁要好一点 这些都无所谓 好也好 不好也好 随缘 那么真正自己 所需求的 就是临终 自在往上 你要想得自在 什么叫自在 你临终 欲知实至 身无病苦 心不贪念 意不颠倒 如入禅定 这就是自在往上 能不能做到呢 能啊 怎么做到呢 这个问题 我妈妈好多年前问过 金空老法师 我妈妈说 我就很希望 这一生自在往上 请问师父 怎么能够做到 师父说 你放下就行 很简单 你放下就行 那你问问自己 你还有什么没放下 你还有没放下的 也就是你不能置信要 你的信要 还有这世间的 任何一物 任何一桩事 或者任何一个人 那你就没有置信 信要极核世界 那这你就很难自在往上 那临终很可能就有病苦啊 所以病苦也不是坏事 没有病苦 你真的还留恋这个时间 就像黄金轩老居士 我前两天跟您报告的 跟你们讲的 黄金轩老居士 他福报大呀 大企业家 他这个是财团呢 好几家的酒店 全世界各地的连锁呀 这个悉尼也有他的那个 那个Holiday Inn 假日酒店也是他的 这个家里人也对他好啊 儿女啊 媳妇啊 对他都孝顺得不得了啊 太太也特别对他好 真的我们也看到他太太 真的是非常有女德 非常有富德的一个人 非常贤惠 贤妻良不 跟他先生从来没吵过架 只有顺从 福报大呀 黄金轩老居士 福报大 你肯定会留念 你就不想走了 口里说 我想往生 心里未必 你没有置心心药 怎么办呢 只好通过病 来帮助你放下了 让你受苦啊 你不受苦 你还不想走 所以我说那病也不是坏了 事事是好事 只有生病了 你知道娑婆苦 轮回苦 你就肯放下了 最后他真放下了 那全身的病啊 家里人一个都帮不上忙啊 那病痛苦是苦在自己身上啊 那儿女再孝顺 他也不能把我的病痛拿过去 他想带我受苦也带不了啊 自己的这个家财万贯 也没用啊 癌症晚期也治不了 你看 这个病就让你折磨 你不自在 但折磨到一定程度呢 因为他有这个善根 最后把他逼到置心心药了 他也知道没别的指望 哪里只有抓住阿弥陀佛了 他就抓住阿弥陀佛就行了 置心心药得到了 他就往生 所以他也是不容易啊 说到最后一段 这个他病了三年 越到最后越痛苦 这三年的煎恼 终于让他放下了 没有三年的时间 你看让他放下 谈何容易啊 所以我们自己要反省反省 特别是福报大的同修 什么叫福报大的呢 儿女又孝顺你 事事都心想事成 不愁吃不愁穿 生活无忧无虑 身体也不错 挺健康 样样都令人羡慕 这也挺危险的 为什么你放不下 放不下你临终的时候可就不自在 那病苦肯定会发生 那我们不想让通过病苦来放下 现在就得早放下 你早放下你就没有病苦 你就能自在往上 师父回答我妈们的话 那很精辟啊 你放下就行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真的要放下 放下的人对生活 对你自己的一切顺境意境 都不需计较 没有意见 如果意见很多的人就说明他没放下 放下的人哪有意见 吃什么都行 睡哪都行 明天没饭吃也无所谓 他就等着阿弥陀佛来接 这是发生 这心心回向 这个所有善根就是为了这桩事情 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心心是相续不断 念念相续 他就是希望到阿弥陀佛那里 亲近阿弥陀佛 里头没有夹杂 敬念相继 这个回向我们要懂得 回是回转 向是去向 就是你所积累的一切功德 用来做什么呀 我就用来 去西方极乐世界做资量的 我就为这桩事 不求任何现在得安乐 不求自己的福报 而且把这些福报 也尽量跟一些众生分享 好比你有钱 你有钱不要自己想 你拿出来供养众生 要护持正法呀 哪里有苦难的众生 你去帮助他呀 这就是与众生共享 你不要担心 我这钱布施出去了 以后没有怎么办 你有这个念头就不是智心 不是所有善根信心回向 你还想着自己呀 回向不是回向自己 回向众生 回向菩提呀 菩提就是往生净土 就是不行 那实在讲 你越布施越多 这财富真的越是越多 越是越自在 你的心量越大 你的福报就越大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这心量大 福报也大 他现在福报 真的十三叶道经里讲的 财用自在 基本上是讲 他想干什么 就有钱来了 就有人来帮他 他不用自己动手 事事都能成就 这个悟行法师 他也常举这个例子 这十年前 我们师父老人家 到泰国 曼谷 那时候呢 去参加一个联合国 教科文的会议 结果 当时 泰国的总理 查瓦丽将军 跟他的太太 两个人都是 虔诚的佛教徒 供养我们师父 在家里吃饭 很虔诚 这个饭菜都是跪着 盛上来的 那么 在席间 大家谈得很愉快 那么 这个吃完饭了 这个 总理夫人呢 说他马上要出门 要到电视台啊 去唱歌 干嘛要唱歌呢 原来是为了 这个 募款 因为那一年呢 是这个 泰王的 那个 那个王子啊 五十岁的生日 那么 查瓦丽将军呢 就想为他 募款 盖一座 僧邪医院 因为泰国 佛教国家 特别是南传 小城国 这个佛教 僧人很多 那么这僧人呢 戒律 要求的很严格 所以呢 这个 在医院里面 很多女护士啊 来照顾这些僧人 不太方便 于是呢 就发心 要做一个这样的 僧邪医院 就是专门请男护士 来为这些僧人 来做整治 做护理 结果呢 募款呢 那个 靠什么呢 得靠唱歌 哎呀 堂堂首相夫人 还要去唱歌 啊 我们师父老人家 就问呢 现在你募了多少啊 啊 现在已经 募了五十万美金了 那还剩多少呢 还剩两百万美金 哦 还剩这么多呀 我们师父讲 你别去唱歌了 这样 这样吧 我这两百万美金 我来给吧 啊 当时呢 悟行法师啊 也跟着身边呢 马上拉我们师父的一脚 啊 他 他以为师父老人家 听错了 把美金听成泰铢啊 啊 泰铢就不太值钱的 美金可值钱了 你说 师父这是两百万美金啊 但是话已出口啊 啊 这就不能够再返回来了 啊 没办法了 啊 出来之后 师父就问了 哎 看看我们的账户上 有没有足够的钱 啊 出来才问有没有钱 啊 结果大家 只好沮丧的 啊 就是打电话了 去看了 哎 结果呢 这个消息呢 啊 很快传到一位啊 大户法居士的耳朵里 他一听了呀 师父要建这个医院 做好事 我们来给 结果两百万美金 三天之内就汇到了对方的账户上 啊 啊 你看 师父老人家 想做任何的好事 念头一动 啊 就有人供养 啊 基本上就像他话自在天一样 他话自在天呢 他想吃什么 用什么 不用自己去变化了 啊 由化乐天人来变化出来 供养他们 啊 那师父老人家当然也 啊 他是不是要自己受用 他是用来帮助众生 想生啊 哎 那钱自己就到了 要多少又有多少 啊 而且来得刚刚好 不多也不少 这才是大福报的人 啊 一问他有没有钱 他没钱 啊 但有用钱的时候就有钱 啊 所以我们呢 啊 不一定要有钱 呢 要有福啊 啊 有福的人不一定要有钱 有钱的人未必有福啊 啊 啊 那现在这个社会啊 动荡的很 灾难有多啊 啊 我们自己要多修福啊 啊 有福的到哪里都有福啊 啊 都不会有灾难啊 啊 如果没有福 你要这么多钱 没用啊 啊 啊 真正灾难来了 那钱又不能吃又不能喝 啊 啊 一大大炒票都是废纸 啊 要他做什么 啊 所以为什么不用他来多修福报 啊 所以 有福 我们不要自己想啊 啊 要跟众生共享啊 这样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 啊 啊 你的信量越大 这个福报跟你的信量是成正比例的 啊 不要想 哎呀 我这个啊 做这些好事啊 我没有能力怎么办 啊 不要怕 你就一心一去做 做到一定程度了 你你你你这个福报啊 啊 倒是能感召啊 更多的人来帮助 哎 能够帮助你成就大事 啊 那么当然成就好事也是因为众生有福 啊 你只要尽心尽力去做 也不问 得失啊 成败啊 你尽心尽力就是功德圆满 啊 能成不能成 无所谓啊 能成好事 众生有福 不能成呢 众生没有福报 跟自己也没相干 啊 只是觉得很遗憾而已啊 啊 继续替众生修福吧 啊 所以要努力做学 啊 你看这次清明 在香港啊 啊 这个啊 由陈静宇老师 他呢 这个发心啊 来举办啊 万人的护士西斋 三十七年大法会 啊 邀请悟道法师去做祖法 啊 做了四天 啊 前面还加一天呢 是祭祖的论坛 啊 这是临时加的 后面最后一天呢 是借邪淫反堕胎的 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法会 啊 超度啊 啊 这些堕胎英灵 嗯 那么 这个啊 清明祭祖呢 是专门超度祖先 嗯 那么上午祭祀祖先 啊 是万人 一万两千人一起祭祀 中华民族 两万三千八百个姓氏 啊 这些祖先 啊 这在中国是首例啊 所以中央电视台两个频道 国际台和新闻台都播 啊 凤凰电视台也报道 啊 几十家媒体都做了 这个报道 啊 特别 震撼 啊 这个事情呢 在法会前大概两个多月 啊 我才打电话 跟静玉老师讲 我说 啊 这清明祭祖 这个三十七年法会啊 啊 帮助护士席在你愿不愿意办啊 啊 他心量很大 他说我愿意啊 来吧 可以办 啊 那 他呢 这个 不是香港人 啊 也没有香港的证件 啊 在香港办这么大型的法会 啊 而且是什么呢 他还没参加过三十七年 啊 这个 我们也 事后觉得 啊 这个 挺惊讶的啊 啊 你看 没参加过三十七年 居然呢 啊 第一次就参加万人的 啊 一万两千人三十七年 而且还是自己举办的 啊 这什么心量要大 你敢承担 啊 结果 他一发心呢 啊 就有人来帮助他 啊 要钱就有人送钱 啊 要人就有人送人 啊 因为什么呢 这是佛菩萨 要去办的事情 啊 帮助护士席在 啊 为什么要集合万人呢 这是量子科学家 他们发现 啊 这个 他们有个公式 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啊 就是 全世界七十亿人口 如果有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大约是八千人 啊 共同集合心力 大家都 断恶修缮 啊 都用至诚恳切的心 来为这个世界祈祷 啊 那佛门里面我们用念佛 回向 就能够化解 这个世界七十亿人口的业力 啊 就能够化解灾难 啊 所以要有这么大的一个 啊 规模 那结果呢 啊 办下来 很奇妙 从头到尾都很圆满 啊 这个 陈陈静瑜老师 他 啊 办完之后啊 啊 怎么想不觉得不可思议 啊 这是不可能的呀 啊 什么经验都没有 啊 就是孤身一人到香港 竟然就可以呢 有一个团队就开始 就出现了 啊 就能够呢 呃 要钱有钱 啊 就能够呢 啊 这些事情都 啊 在迅速的 两个月之内 就能办好 你看筹备一次法会不容易啊 你看我们这个孙会长 啊 就筹办这次法会恐怕都不止两个月 啊 他是用尽心力啊 啊 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一百人的法会 百来人 那你想想 一万两千人 打一百倍 那个投入有多少 啊 但是你要想想 只要你能发达心 你就能感得阿弥陀佛的价值 心量又大 赶成大 啊 那做不好怎么办 做不好 那是众生没有福报 啊 反正自己已经进到心 啊 结果就是会员办 啊 所以呢 啊 心量越大 你福报越大 啊 整个法会 啊 他们最后统计啊 啊 大概花费啊 啊 除了法宝以外 啊 就是费用 都有一千两百万港币 啊 你就想想 那他自己也没这么多钱 那都是靠这个大家齐心合力帮助 他也不知道钱哪来的 啊 真的是这样 要钱就有钱 只要你是无私的为众生奉献 那个感应是不可思议 啊 那么这是讲到啊 这个 心心回向 啊 就是放下自己 不要想自己了 自己才能真正得福报 得自在 那么愿生我国 你这一生 没有别的愿了 只有往生西方 求愿往生西方这个愿 啊 那么底下讲乃至十念 那前面告诉我们 至心信要 啊 愿生我国 这是什么 信愿巨足啊 啊 欧义大师讲 往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 你能置信信愿了 你肯定往生 这里讲乃至十念 这个乃至是什么意思 啊 这是从一念数到十念都可以 灵中一念十念 皆得往生 啊 那平常念呢 平常念呢 啊 当然我们应该是最少的十念 啊 灵中呢是最多十念 你就必定往生 啊 平常 当然你不能够用最少了 啊 你就念一念 就太过意不去了 吧 对不对 你平常至少你得要有个十念法 啊 我们师父老人家讲啊 你实在太忙了 啊 九次十念法 你总可以做到吗 啊 九次十念 每 这是一天念九次 啊 早上起床 合掌就十念法 啊 从一书到十 十句 啊 晚上睡觉前又是十句 啊 三餐饭之前又是十句 你看这是五次了 啊 再加上上午上班之前先念十句 啊 下班之后先念十句再回家 啊 下午也是上班前下班后 各念十句 九次十念 啊 这个每个人都能做到 啊 你说你不做不到 那不是你做不到 是你不肯做了 啊 难道挣点时间你都拿不出来呢 那十念法都不用一分钟啊 啊 所以 只要你啊 真正有信有愿 你肯定做到 啊 乃至十念你都做不到 啊 啊 当然念得越多越好啊 啊 这个 有时念的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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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